老汉怎么也不敢相信 自己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 竟然是在坟地里 而更难接受的是 老汉整天都趴在棺材上睡觉 虽说房子地下发现古墓 但古墓却价值不菲 据村民介绍 古墓的棺材是由金丝楠木制造而成 重达一千五百斤价值超过一元 而古墓中出土的神秘宝剑 更是令人惊叹 虽说宝剑深埋地下上千年 但出土时依然寒气逼人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保持你的好奇心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四川雅安地区 因为一个老大爷翻修房子 于是在这个小小的工地里面 发现了一座旱木 侯古队在经过抢救性发掘后 所出土的文物让众人可谓是木凳口呆 事情的起因是 在这位老大爷翻修房子的地基的时候 在挖掘机的施工过程中 大量的木板和碎桃片被挖掘出来 并且 在这些碎桃片和木板上面 还有精美的文士 周围有董行的 对老大爷表示 这可能是挖到古墓了 老大爷一边想着自己在坟地里睡了三十多年 内心感到一阵恐惧 随后就立马向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当地的博物馆 在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后 博物馆立马组织的人手来到了现场 在初步地勘察以后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认为 这的确是一座古墓 并且墓葬的所属墓主人身份不低 从暴露出来的部分来看 墓穴里面有一具十多厘米厚度的楠木做的棺果 并且 在进一步地认定之后 考古队认为这是金丝楠木所制作的板材 而金丝楠木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树木 在中国也就仅仅分布在四川和贵州等地的深山老林里面 并且 金丝楠木还能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 在古人的理念里面 金丝楠木是最是一座棺材的木板之一 千百年之后也能保持不腐烂 帝王也对其垂涎三职 甚至乾隆还借口为朱棣常灵修缮陵园 用别的木材偷粮换度 面对如此重大的发现 甚至惊动了四川省一级的文物部门 并且派遣了指导组来到现场展开工作 在发掘过程中 古墓最上面的粘土清理完毕之后 考古队意外的发现 这是一座土坑木过形制的墓葬 而这种墓葬 使用者以及使用的时间段 都是十分古老的 其修建方法是将木材在墓室内 修建成方形的裹饰 然后再放置棺材 那么 这座奇特的大墓 墓主人究竟是谁 于是带着这个疑问 考古队继续清理余下的器物 希望能在随葬品里面揭开答案 在这过程中 考古队发现了两件桃壶 这两件桃壶都是用黑漆做的 然后用珠红的颜料描绘纹饰 此外 在桃壶的壶盖上 还描绘着三只凤鸟 对此 考古队最初认为 这是不是和三星堆和八国的贵族 有一定的联系 在进一步的挖掘中 考古队一度感到十分的沮丧 因为 相关的随葬品和棺材的位置 似乎都发生过疑味 这也就表示 这座大墓 在历史上遭遇过叨扰 虽然有盗墓的情况存在 但是考古队还是在墓葬里面 发现了不少精美的漆器 以及一把锋利的宝剑 但是这把宝剑 让在场的考古队感到疑惑 因为其形质 以及宝剑上面的纹饰 和巴蜀地区的青铜宝剑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其中最能体现的就是宝剑的形质 就是古蜀文化里面 宝剑都是柳叶形状 而这把宝剑明显不是 古人讲究誓死如生 因此 这位墓主人应该也是有军工或者贵族 很快 在青铜宝剑旁边 考古队发现了两件玉器 在一开始 考古队并没有弄懂 这两块玉器是什么用的 在队里一个经验丰富的 考古人员的剑意下 考古队用玉器和青铜剑 进行了匹配 在匹配成功后 正是玉器和青铜剑的确是一套 而在春秋战国时期 能用玉器装饰青铜剑的 肯定不是一般人 于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发觉 考古队对主观内部有着什么样的文物 充满了期待 虽然有着极大的好奇心 但是因为现场人多嘴脏 此外考古队也怕直接在空气里面开关容易破坏文物 于是 在研究后 考古队决定把棺材移到另外的场所进行开关 于是考古队到来了挖掘机 准备调走这具棺材 来到当地博物馆进行开关 虽然 在起到的时候 因为绳子没绑好 一度让棺材发生了倾斜 但是在调整完毕之后 这具棺材还是被完整地从木空里面取了出来 并且顺利地转移到了考古队的大院之内 在开关之前 考古队发现 虽然这具棺材在地上埋葬了千年 但是因为金丝楠木的材料 可以看出 这具棺材在刚刚制作完毕的时候 温路灯应该是异常精美的 在揭开一半棺材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呼 因为刚刚打开的缝隙之中 闪出了一道金光 在棺材全部揭开之后 原来棺材里面所谓的金光 只是淤泥在太阳照射下的反光 查明了原因之后 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戴上了手套 在淤泥里探索起来 一番搜索之后 考古队发现了一件器物 只见这件器物同体黑色 在进一步探究后 发现这居然是一件纯银打造的挂钩 在进一步地刮取淤泥后 在棺材里面还发现了大量的朱砂 此外 考古队对淤泥进行冲洗之后 考古队发现了一些木炭 也侧面印证这座墓葬的墓主人 对于自己墓葬以及尸骨的保存 应该来说是相当重视的 虽然发现了极为珍贵的金丝楠木棺材 但是因为年代的过于久远 能证明木主人身份的物件 可能在历史的变迁之中 消失在里面 但是这座墓葬发掘出来的精美的金丝楠木 以及寒气逼人的宝剑 还是证明了相关的考古工作不需此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